腹在骨頭上要有支點 骨頭的位置不對 肌肉就死不上臂 沒有支點 所以我們平常要 保持良好的體態 我們站 要有站向 坐要有坐向 不只是前後不要歪 左右也不要歪 那你說 我都習慣這樣做 我要翹腳才做得舒服 我要這樣站才站得好 那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是因為你的骨盆已經歪了 你必須翹腳那個骨盆才能 兩邊平行的 放在椅子上 你要這樣子來舒服 你的骨架才歪 這樣子做 跟 打直腰盆做 腰後 腰後方的這些肌肉群 受力也會不一樣 整個骨盆一直在動 所以坐的椅子 什麼做法 都要去考慮 對自己身體有沒有影響 平常工作的時候我們搬重東西 不只是這樣子 我們買菜的時候 常常碰到喜歡 一次買很多 懶得跑第二趟 或是搬什麼東西 一次解決 一次解決可能就 造成受傷的機會 閃到腰啊什麼問題就來了 閃到腰後怎麼處理 就休息兩天就好了嘛 然後他就不痛對不對 不痛他可能 身體的機制發炎啊 什麼 神經系統會去被包覆起來 疼痛機制開始麻痺 問題解決沒有 其實你受傷的部分都沒有解決 當你身體衰弱的時候 他問題就來了 所以如果有受傷呢 有傷痛呢 應該盡早去想辦法處理 拿一個水桶 如果沒有把這個骨架劃出來 你不會想到你的骨頭要承受多少重量 剛剛有講到骨頭是承受重量的 肌肉有 骨頭也要分擔 所以你看到 這個骨盆腔 髮關節 這個胸椎的部分 都是最容易因為搬東西 有些年紀大的人 那些阿嬤級的 有時候來這邊拿X光片 我看他被痛 其實整個骨頭都已經被壓邊了 粉碎掉了 那心意還是叫骨折 粉碎性的骨折 被你少了一節 他年輕的時候可能都是做出重的工作 這樣子 還有骨盆的變緩 方關節的壞凸 方關節受傷 變成腫瘤都有困難的 這都是我們體態沒有去注意 為了節省時間啊 什麼之類的 或是什麼樣子 造成一些我們不良的知識 不只是瞬間會造成這樣子 一個動作做太久 也會讓你的這個體態產生變化 我們看韌帶 大家知道什麼叫韌帶嗎 我們吃雞肉的時候 有沒有吃過雞腿 比較好形容 那個黏在骨頭上的 比較小的 比較不好咬的 我們是韌帶 或是筋 然後比較好咬的 那就是雞肉 然後活潑一層 像保麗龍的那種 叫做肌膜 那皮膚又有一層 叫皮膚的膜 肌肉外層也有肌肉的膜 肌肉它有肌素 肌素一素一素的 它的外層也有一層膜 這些膜都彼此互相會 在運動的時候 在活動的時候去摩擦滑動 所以如果有疲勞了 它這一層膜就膜壞了 所以它就會分泌組織液 組織液就像我們傷口 受傷以後 它就有那個燙燙水水的 它就會離開它原來的位置 離開它的管道跑出來 這層膜因為多了一層東西 開始是很順滑 所以我們運動過度 疲勞過度 很順滑 可是呢 接下來休息了 這個跑到組織外面的 就不會被回收 它留在那邊 結果做些什麼事情 它主要成分是蛋白質 所以呢 它很盡責 它就開始呢 把你這一層跟這一層 把它黏起來 黏起來以後呢 第二天你就很痛 因為它循環不好 它毒素在那邊帶不走 很痛 很痛啊 你要活動的時候起來 這一層膜怎麼樣 不要動嘛 所以就把它一滑動 就怎麼樣 先把它撕裂 撕裂 好痛喔 然後撕裂以後 你就可以開始滑動了 然後你又休息 然後它又黏起來 然後反覆這樣過程 看你撕裂得多呢 還是它修復得快 如果你 一直來不及修復 你就傷痛一直下去了 運氣好 還沒有感染 還沒有發炎 發炎下去就開始擴散了 面積越來越大 修復得快的話 可能就沒事了 這樣子 它可能被回收了 這是我們身體的一些機制 好 關節囊 比如說我們肩膀關節 那有關節囊 所以我這樣滑動的時候 這骨頭不會互相摩擦 雞肉也歸 會受到牽引 椎間盤 我們從頸椎 胸椎 腰椎 這些每一椎體 每一椎體之間 它有一個像墊片的東西 避免它直接骨頭摸 碰撞摩擦 這個叫椎間盤 椎間盤也會因為壓力 會把它壓破 壓破 壓破以後就 直接骨頭摸骨頭 那這個還不算 因為它有空間 它這個神經從這邊出來的時候 還沒有問題 你破掉以後 它就擠壓到神經 就會產生一些 麻 痛的問題 影響到了領藏器官 可能電力不足 所以有時候電力不足的時候 這個胃的功能打折扣來 胃不舒服 這不舒服 你就怎麼來 看腸胃科 對不對 腸胃科醫師呢 就檢查 因為你也沒有潰瘍 潰瘍就是有活動 那你沒有吃啊 可能是胃酸過多啊 那怎麼樣 你吃藥啊 吃藥就把它中和一下 然後肝跟腎臟 那不是它的事 你胃痛嘛 那就把你的胃 治你的胃 餵吃吃會不會好呢 不一定啦 那其實 我在臨床上碰到很多就是 有些內臟的問題 結果 把他脊椎調整好以後 他內臟問題就沒有了 特別是有一個 我們同行 他心臟的問題 以為是 心臟半膜的問題 做訓練也沒事 他有時候以為是運動的問題 又做 運動心臉土也沒事 通通都沒事 可是他就不舒服 到處都沒有辦法以後 他不想吃啊 就是 我們同行互相打 打了打 打一個多月就沒事了 心臟病到現在也都沒發了 就整睡而已 就這樣子 所以有時候內科 沒辦法解決問題 我們有時候要想一想 會不會是我們 脊椎肌口的問題 因為造成人心壓迫性 造成頭痛啊 我為什麼總是頭痛 你的頸椎是不是壓迫到的 頸椎的位置是不是對的 我手會馬 跟頸椎有關係 手就是頸椎在管的 腳就是腰椎在管的 所以你如果腰膝 膝蓋關節沒有力 其實你要檢查是你的腰椎 那膝蓋壞了怎麼辦 打玻尿酸 先打玻尿酸 因為它潤滑不好 玻尿酸沒用的時候 就是放關節 它真正解決問題 治標 那只是治標 我想在座可能也有醫師 但是我所看到就是這樣解決嗎 還是不是 還是有別的辦法 沒有 這個圖就是讓我們看到說 我脊椎如果症的時候 我的肌肉都是很平均的 如果我肌肉有一邊被拉扯 我人的體態就開始做改變 體態改變的意思就是 我們骨架不平 好 那麼 從肌肉骨骼 循環系統 我們就可以跳過比較容易 神經系統 這四個 我們就講到這邊 告一段落有沒有問題 現在我們來 大家互相 自我檢討一下 看看自己的腹下 是什麼樣子的 請問你有沒有 翹腿的習慣 有沒有 攀腿 你睡覺的時候 手有沒有這樣睡 喜歡這樣睡 如果手不拿起來睡 就睡不著 都沒有 好 他這個攀腿 有沒有包括那個 打坐那個攀腿 當然 當然 好想 我想 他們打坐的 我在研究 因為 他的骨盆外開 會 降低性欲 所以他們 也許 會用這種方式 來 來 這個 讓他可以清修 這樣子 男女都一樣 男女都一樣 對 因為他 這樣 打開外開 他的神經 被分泌等等的 刺激 他會降低 好 睡覺的時候上去 為什麼 因為你的鎖骨 你的手肩 已經變成習慣了 因為這樣 他肌肉才能放鬆 所以肩膀應該鎖骨啊 肩胛骨啊 然後去 鍛鍊 然後 鍛鍊 不需要到 花錢找人家按摩 自己 鍛鍊 用功一點 反正 人就是要活動 動了 就活 不動了 就活不了 就可以解決了 有些動作很簡單 劉老師有機會 也不介紹 好 再看看 有沒有長時間 低頭工作 低頭族的 打電腦的 有 常常低頭會造成什麼 這邊 大椎這邊 頸椎 脊椎這邊的問題 那 對應到剛剛 你會產生什麼狀況 哪些器官 哪些位置 都可以對應出來的 做沒有做像 對不對 做一邊的 我們看電視大家都不自覺 那個沙發 其實沙發是破壞我們股價最好的工具 所以最好是什麼 我們老祖宗那種 四腳椅子 板凳看起來 做起來就不舒服那種 其實那是對我們股價是最好的 這樣子 那如果太硬的話 就定一層 定一層 這個電 這樣子 其實那個是讓我們做的最 所以視頻發文 大家要參考一下 不要因為我講完以後 那個行情變得更貴一點 所以 東西就太多了 彎腰不蹲腳 剛剛有沒有看到搬東西的 你要彎腰了 那你膝蓋蹲下去 人謙卑一點 搬下去 謙卑一點 對你絕對有好處 人太自大的話 站太高的話 都會被雷打倒 長時間的開車 也是一樣 因為你都是一腳在加油門 你的姿勢怎麼樣 都是坐左邊 對不對 我們是踩右腳油門 或是踩煞車 都是右腳 現在不像以前還有那個 離合器的 左腳都會動一下 左右還可以 左右開動 現在都坐一邊 譬如坐一邊 摩托車也會喔 摩托車光紅燈怎樣 跨左邊 沒有跨右邊的 你就是在馬路 這邊還有摩托車 看看有沒有跨右邊的 很少 為什麼 方便啊 就是這樣跨啊 所以 因為通常我們亞洲人都是 右腳比較短 左腳比較長 為什麼 站的時候也會站這樣子 為什麼 是緯度的關係嗎 不曉得 還是地球偏的 這個真的沒有研究 西方人的 西方人的 西方人的右腳會比較長 多數 西方 西方 西方是在左手邊嗎 就是 就是 對啊 美國人 德國人我不知道 看美國人就是右腳比較長 東方人就是左腳比較短 右腳比較短 右腳比較短 左腳比較短 所以他運動會偏左邊 好 書法被側邊的講過 打電腦時間過長 可以嗎 穿高跟鞋 哇 沒有辦法 這是 雖然是要命 但是我還是要穿 沒辦法 因為穿高跟鞋可以做什麼 可以 翹臀啊 flex 綁 希